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 《今日癫港》节目时段 今次许刘先生 还有我们的义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看到新闻有两宗都挺癫的 昨天看到有媒体报导 在中午时份 即是21号的中午 发生在尼敦道607号新兴大厦8楼 有一间桑拿浴室 竟然有个人拿着汽油弹 去到那里向他们的收银柜台 砰一声扔了下去 真是太夸张了 什么事 是不是黑暴松霖 你说是否火魔上去追债 因为我们看到的画面也挺奇怪 因为有盆桔放在烧烤的位置 大家看到就不用马上想是否黑暴 是否追债 还是黑暴那些就没办法 走了去帮忙追溯 看到职员就非常惊慌 立即扑食了熊熊烈火 这个火魔得手后 快逃离现场 警方就很快派出反黑组 去到现场首证 再在楼下也好 店铺也好 立即闭闭闭电视 就快去追凶 不过警方也说了 不关什么黑帮事 也不关什么追溯事 台仰真的比起来 挺难想到 原来这样的原因 就走来扔汽油弹 我也觉得奇怪 这些事情 为什么要搞到扔汽油弹 你说要追溯 通常都会中火 也认为感情问题 警方后来拘捕了 一个41岁的男士 这个疑空 据文说他曾去过这间桑拿玉室 不过都几个月前 就说要去找他的前妻 前妻在桑拿玉室工作 那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 当然了 相关的桑拿玉室 也回复了这位阿哥 你的前妻 已经没有在这里做 是几年前的事 哎呀 这么无辜 可能没有找过前妻 香港地也好 或者打工仔也好 上班 可能你做一年半载 没有做 转了第二份工 可能他的前妻 已经没有在桑拿玉室工作之后 可能已经转了几份工 都不顶了 我也相信有这样的可能 但是为什么他这位前夫 是 是不是不知道他的下落呢 所以就 去到他这个前妻 所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而中火 他很久没有联络 我看来 很久没有联络 我看来 好像是 等等 所以他会判得很重 所以这件事相当之瘋 记住 总之就是 什么黑暴 因为他据说 怀恨在心 因为桑拿玉室的职员 就说没有啊 没有啊 有点争执 所以就要扔他 就是这样了 相当之瘋 这个前夫呢 瘋到这样 他做什么呢 原来是 这段时间没有联络的 没有联络 这样啊 可能真的有精神问题 我怀疑是 没有联络到 可能不知道老婆去了哪 所以求求其去了 他这个前妻所做过的地方 想找他拿钱 继续又找不到人 所以就 叮气榴弹 是不是这样啊 这个就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你太空了 就走来刮他 还是怎样 这个世界有社交媒体 或者他的前妻 有些是common friend 为什么你不找他们 就走了去 这个曾经工作的地方 能不能够刮得到他呢 畢竟了 41岁的男人 我想你也熟悉这些社交媒体 因为我试过以前 你也记得他有什么朋友 对吗 或者你也见过他 Facebook有什么朋友留言 或者怎么样 这样都可以找到的 我以前认识了一个人 很瘋的 他也是这样的 整天控制住他的女朋友 在哪里 他找不到他的女朋友 他就会找他女朋友的common friend 来骚扰他们 这么瘋的 还骚扰他们 骚扰他们 骚扰他们 就是前妻 快点告诉我 叫我的女朋友 很快去铺头 或者怎么样 又说 你是不是带坏了他 我好久没有跟他联络过 我不管你这么多 就在别人的Facebook 在别人留言 是这么瘋的 有些男人是瘋成这样的 精神病 对 对 控制狂 还是什么 什么都有 好了 接着要谈谈另一宗 看到网民 疯狂地 放了一段影片 看到有几个大妈 大妈那样的人 一起在西湾河的一间超市 选择苹果 蛤 选择苹果 有什么好骚扰 有什么好公审 话说这三位大妈选择苹果 竟然将那一箱苹果 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 苹果会有一些包装纸 包住它 全包住 没错 又或者苹果会有网 那些网 图住它 让它互相碰到 困难 木瓜 苹果 也有 芒果 也有 会这样做的 是的 那些网是软身的 所以除了可以方便些 让它不会转来转去之外 就算大家碰到 也不会令苹果很伤 即使在运送前 这样的包装 别人也是有需要 所以才包住它 让它不要放在货架也好 拿出来买的时候 虽然说我送了一件货给你 难不难 就是你的事 但是 如果人家套好 你就逐个逐个拆开 看看苹果是否漂亮 如果这三个阿嬸 拆了二百多个出来 然后就买大概三十个 都挺离谱的 这样吗 拆到 我相信 那些包装纸 就串到周围也是 那些类似网也好 包装纸也好 你拆到一大堆在旁边 还有 你变成了 别人这堆的苹果 你不要 你拆了二百多个 你买了三十个 还有那百多个 留在箱里 就由它们自己去弄 对吗 真可怕 这样就差一点 有时我都觉得 看到有些人 选三个 是选得挺自私下的 我很怕跟别人这样逼 有时我看到有些人 选择很久很久 选择都选不完 等我想插手 我都想拿回两个 都拿不到 但在这个视频里面 我看到三个一起去找 这个行为真的更夸张 所以有时也不怪别人 为何行超市都行得这么热 又或者香港的朋友 就像吃了火药 可能真的身边 遇到太多这些 自私的 自私症 你去骂他又不是 什么不行的 犯法 报警一笨 三个人你骂他 他会胖你回头 他通常都是用这些道理 好像很有道理的道理 来骂你 你又觉得很无奈 你就忍了他 你看到别人这么自私 又好像制止不了他 如果他这么自私 你又不做 你又会变得很吃虧 当你自私的时候 可能你会用类似的说话 去骂人 其他人又是这样 整个社会越变越自私 越变越暴躁 当然了 我们能够做得好自己 为之最好 但有时见到这些人 所以有时有些什么鸡蛋 那些 是不是美国鸡蛋 有一个纸盒入住 是的 有些人打开纸盒 会变得更适合你心水的一盒 才叫做拿走 这样吗 是 有些人 这么疼吗 是很疼的 超市里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为什么不让你选择 东西都分开一份份 让你买 就是这样 为防选择余拣症 选择也不要紧 选择也不要紧 选择的时候 是的 你多拿这30个苹果 但是 那百多个剩下的 可能被你亂拔 亂拆 亂拆 已经破坏了我的货 所以自私不单指 我没有买的 是这样的 我不选择 怎知道哪些漂亮 同样你买的 包装了的苹果 你会怎么买的 我自己 就不会拆开包装袋 其实你大致上都会拿到它 看不看 我不管的 我真的不喜欢选择 我觉得买东西最重要是快 快去去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就算了 不过有时就是坏的 没有选择 那个后果就是可能收拾了一件烂苹果 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自己就习惯了 快去去买完东西就走 所以不会选择 不会选择就不会与人有冲突 我一向是这样的 不过我有时看到有整班人围着 我连买都不想买 看到人们这样炒 我是很不喜欢的 我自己是怎样去选择呢 我会拿起东西清一下它 如果那个苹果轻飘飘的话 我就不买那个 我通常会拿是重新一点 即是代表它里面水份够多 即是会多汁一点 即是会更好吃一点 我通常就不会说 就是选择一个外表的苹果 因为有时你批了皮 你才知道原来有些位置是撞瘀了 有些位置是烂烂的 有些位置是烂烂的 我都选择不了这么多 宁愿它重新多汁就算了 买橙也好 买苹果也好 买水蜜桃也好 总之拿起来够重秤 那我就会买的 不如大家有时遇到这些情况 都没办法 希望一人一步由我做起 有时你看到这些自私精 千万不要自己都变成自私精 否则我没有事 他选 我有选择 就一起选择吧 撞开他 你等我 我跟他拆饭一起互炒 没有 如果这样的话 社会越变就会越暴累 越变就会越自私 对 好了 我们今节不如暂时说到这里 好吗 好 多谢大家 拜拜